十七章的二十节,我们今天就到三十七节 这个二十节到三十七节 就是在讲神的国的事情 那这个神的国可以分作三个地方 那三个地方都有关系的 第一个是神的国在人的心里面 所以你看二十一节 说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 那第二个呢,这个神的国在天上 所以从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二节 就是主耶稣会再来 主耶稣第一次再来,带来救恩 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要来审判 凡是会得救的,要从这个地上被提到天国 天上去,那个就是神的国最后的实现 那第三个神的国就是最后一节 失守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 那个失守八抵,不是失守 八抵就是教会 教会在哪里 那鹰就是属灵的信徒就会往那里去 这个就是教会,所以神的国有三个地方 那第一个,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呢 那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能看的 这是属灵的,但是不是眼睛能看的 美国,加拿大,这个是物质的国度 眼睛看得到 神的国是属灵的,眼睛看不到 但是因为眼睛看不到,所以就第一个很难相信 第二个,因为眼睛看不到 所以你讲得再好 人都说那是看不到 虚无缥缈 地面上的好才是真实的 所以你看人多么拼命在追求地面上的好 其实真正的价值是看不见那灵界的国度 那神的国是什么 我请问大家,神的国是什么 有国一定有什么 有王 有国一定有百姓 对不对 所以什么叫做神的国 就是神做王 那个就是神的国 那神的国在哪里 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我们开始接受神进到我们内心 来做我的王 什么叫做做我的王 来管理我 来统治我 来带领我 那一天就是神在我心中 神的国降临 这就是神的国 就在我的心里面 那这个 如果神的国没有做 没有降到我们心里面 那我们心里面谁在做王 如果神的国没有降临 我们心里面谁在做王 魔鬼傻的 也可以这样讲 魔鬼 但是很多人就不信这一套 我根本就不相信魔鬼 如果神的国没有降临 在灵界里面是魔鬼在控制我们 但是在我们看得见世界里面 一般是谁在做王 第一个 我自己当王 我决定我的前途 我决定我的喜好 但是我们自己当王 有几个困难 第一个 我能不能掌管明天 我不知道 明天起不来 我都起不了 第二个 我知道不知道明天 也不知道 所以 变化赶不上 计划赶不上变化 所以我们天天活着很忧虑 明天要怎么改变 因为我自己当王 第二个 即使我知道明天要怎么改变 我也没有能力 来面对明天 所以就很多的压力 所以自己当王 这个行不通的 那要请神来当王 那如果神真的在我心中做王 罗马书里面有说 神的果会有什么体验 我看看 我们尝尝翻这一节圣经节 罗马十四章 十七节 罗马十四章十七节 我们再念 一起念 因为神的果不在乎失合 只在乎公义和平 和并圣经中的喜乐 这个让神来住在我们内心 做我们的王 来管理我们 来与我们同在 有三个好处 第一个是公义 你如果看英文叫righteous 那这个公义是什么 一切都是对的 这个叫做公义 那这个对的 不是在我的观念是对的 一切在神看来都是对的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有很多问题 因为我们的生活想法很多 在神看起来是不对的 你看创世纪里面神造人的时候 第一个神看是好的 为什么 就是他看是对的 神看对的就是好的 那人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呢 就从亚当吃善恶果 那就不对了 不对就是罪 罪就是人跟神就开始疏离 就有阻隔 那很多的问题就跑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个人的问题 婚姻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生活的问题 都是因为有很多事情 我们的决定在神看起来是不对的 所以就很多的不对的后果跑出来 那我们开始回归向神 以神的话为标准 以神的本性 神的公义慈爱 这样来生活 我们回归向神 问题就越来越少 所以这个公义很重要 第一个公义 那第二个呢 因为有公义 没有罪 神看起来都是对的 所以神就会与我们同在 那神同在 我们就没有害怕 神同在 你就不要害怕了 对不对 不要害怕 明天好像在旷野 什么都不怕 神同在 那第二个 神同在就没有忧虑 没有害怕 没有忧虑是什么 喜乐 喜乐吗 没有害怕 没有忧虑是什么 平安 什么是不平安 我很害怕 就没有平安 我很忧虑 就没有平安 对不对 那神同在 我就不怕 我的前途 我不会忧虑 我的前面的路 为什么 因为神是我的父亲 他爱我 他会带领我 我就有平安 那平安的另外一个字 英文的peace 另外一个就是和平 就是人跟神很和睦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国降临 人跟人很和睦 人跟神很和睦 所以神 神临到的地方 一定是很和睦 很平安的 没有和睦 没有平安 就是那个地方 没有神 所以这个是平安 那这个平安 不是世界的平安 世界的平安 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神里面的平安 是大风大浪当中 好像主耶稣要被人抓去钉 其实是这样 他很安静 因为神跟他同在 就是那一种平安 那第三个就是满足 我们人怎么才能够得到满足呢 你物质赚再多钱也不会满足 家具一直买也不会满足 所以有的人家具买很多 一直送人 为什么 因为新的来过了不多久 不够好 要送人再买 没有满足了 圣灵充满就满足了 所以如果一个人 没有罪 很和平 很平安 又很喜乐 这个是什么生活 这个是什么生活 天国 在地如天 这个就是幸福 所以圣经的幸福是什么 公义平安喜乐 好 那我们现在再回来 所以主耶稣说 他的国要在哪里 就是要在我们心里面 那所以 信仰是要从我们的内心 开始改造 让我们活得很幸福 活在地上 好像在天国 不论在什么环境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十二节 开始就在讲 主耶稣要从天上第二次降临 把我们带回到天国 那那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看 二十四节 人子降临 在他的日子 就是第二次在 好像闪电 从天这边一直到 那边一死 直到天的那边 主耶稣第二次降临 非常快 圣经说 连天上的死者也要 连那个盯他的人 也要看见他 这样 非常快 因为这是灵界发生的事情 所以耶稣在临 我才要信耶稣 太慢了 你看到他已经太慢了 就这样 你在 有时候犯罪的人 看到警察要逃 已经太慢了 所以要 要来接受主的救恩 那接下去 他就在讲 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就是挪亚世代的 翻版 第二次降临 你看 二十六节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的日子要怎样 那到底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呢 二十 二十七节 我们一起念 二十七节 那时候的人 又吃又喝 又嫁又娶 到挪亚进房州的日子 红炊就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好 又吃又嫁又娶 那这个到底有什么错呢 没有错 圣经说 神让我们饮食饱足 满心喜乐 这是神的恩典 神创造婚姻 让我们有幸福的家庭 这也没有错 那为什么要讲 主耶稣再来 好像挪亚的日子呢 因为挪亚的日子的人 他整个心的焦点 他生命的重点 就是放在吃喝嫁取 这个就是错 吃喝没有错 嫁取也没有错 但是把吃喝嫁取 当生活的重点 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讲 那时候不知不觉 对挪亚这个大水来到 不知不觉 为什么不知不觉呢 其实挪亚有去传警告 我们大家照过相 你就知道 如果那个焦点 对准一个东西 其他方便是什么 模糊的 如果你把生活 对准在物质的享受 物质的追求 我们对属灵的事情 就会不知不觉 听好像听见 看好像看见 但是没有感觉 那对属灵的事情 没有感觉 就很危险 为什么 因为主耶稣一来 我们还没有预备好 所以主耶稣 在灵的日子 有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人 都很注重生活 对灵性就不看重 生活的目标 就是焦点 就是物质的 今生的 对属灵就不看重 那主耶稣再来 就不知不觉 那不知不觉 就会发生问题 为什么 因为没有预备好 那第二个 主耶稣再来日子 像罗德的日子 那罗德的日子 也是又吃又喝又买 又耕种又盖建造 那因为生活太舒服 罗德就不想出埃及 不想出那个索多 那后来是 因为亚伯兰带他祷告 所以天使就把 罗德全家都带出来 所以我们人在世界上 生活太舒服 人都不想进天国 为什么 因为天国就在这里 那其实这个世界 跟天国是没有办法比的 第二个 这个世界的好 不是永远的 主耶稣要来之前的 这个世界 叫做大灾难 如果我们读到启示录 天灾人祸 一个一个会下来 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从圣经来讲 我们活在这个地球的前途 是很黑暗的 为什么 充满罪恶 人不拜神 那这个罗德出来 索多玛之后呢 神就用罗王火壶 把这个索多玛就灭掉了 那我们现在的罪 比索多玛更重 所以这个世界的末日 是绝对的 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 但是当这个罗德 被带出索多玛的时候呢 你如果看三十二节 要回想罗德的妻子 他已经离开索多玛了 那罗德的妻子 他的心还在索多玛 他回头一看 变成什么 变炎柱 因为他心还在 所以我们信了主耶稣 我们要心往前看 看神 看神的国 那如果我们信了主耶稣 我保天国路 我的心还是很留念这个世界 我们在鼠灵上就变了一颗炎柱 变炎柱就是什么 失去鼠灵的生命 就没有办法得救 所以末世的日子是什么 从这里来讲 不只是罪恶很深 末世的日子是 很多人太注重今生的生活 没有做鼠灵的预备 所以天国路就跑不进去 这是一个危险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再来 其实就是索多玛的日子 其实就是挪亚的日子的 再版 翻版 罪恶深重 人注重今生 那三十三节 就在讲 那我们要进天国 要付什么代价 保全生命的必要上掉生命 上掉生命必要活生命 就是说为着信仰 有一天如果遇到很大的逼迫 我也愿意为着信仰牺牲生命 那这样 好像尸体凡被人用石头打死 但是他要死的时候 天开了 主耶稣在天上等他回去 虽然死得很凄惨 但是他是非常荣耀的 但是如果尸体凡在被逼迫的时候 说不要丢石头 我不信 他就不会死 那不会死 其实尸体凡现在在哪里 就在地狱 主耶稣说你如果以我为此 将来我也要以你为此 所以信仰要付什么代价 最后的代价说是 耶稣为我而死 救我 求主帮助我 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了 我也愿意为着信耶稣来为他殉道 要有这个决心 但是神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向可以得胜 那我们就可以 可以回到天国 所以圣经说天国好像什么 好像一个宝贝 如果这个地方 有一大堆黄金 就在这个房子下面 三百万你要不要卖 要不要买 我想如果有三百万 我一定买 对不对 这里有一堆黄金 对不对 因为天国 圣经说好像一块土地 藏了宝藏 那知道天国的人 就变卖所有来买这一块地 不知道天国的人 你买哪一块地 方府之地有什么用 对不对 如果认知天国的价值 我们就很努力去追求 但是如果你看不见 你就觉得它没有什么意思 今生最重要 好 这个就叫付代价 那接下去 就是三十四节 三十五节 就是信仰是个别的 所以有一个姐妹 他先生不信 那这个传道人去访问 他说 主耶稣很爱我的太太 是不是 当然是 主耶稣爱我太太 就是他的女儿 那如果主耶稣爱我太太 是女儿 我是他的女婿 那主耶稣救我的女儿 应该会救我 传道说不是这样 信仰是个别的 所以将来主耶稣再来 两个人躺在床上 可能是夫妻一个被提上去 上天国 一个要留下来 为什么 他不信 所以信仰是个别的 那两个在推谋 一个提上去 一个要留下来 两个在田里面 一个上去 一个要留下来 为什么 信仰是个别的 我们没有办法为任何一个人 来做信仰的功夫 我们可以关心他 为他祷告 但是最后他不能能不能得救 那是他跟神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在讲 末世要来所发生的事情 那最后就是 教会在哪里 属灵的信徒就会往那里去 所以爱教会的人就是爱神 因为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 所以我们在搬家 在找事情 到最后都要以教会为主 那如果我们真的要搬到一个 没有教会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决心 不要在那里来建设教会 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信心没有这么大 那就早在教会旁边 因为主耶稣的身体在哪里 属灵的信徒也会居在那里 好 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讨论 大概十五分钟 我想问一个问题 是 因为他不信 可是他们不是一体吗 一体是 一体就是 肉体跟心灵上是一体 但是还是两个不同的灵魂 对 因为两个不同的灵魂 所以这两个人都要自己信神 来受起让罪得色 包括肚子里面这个孩子 当他被怀孕的时候 他有他自己的灵魂 他的生命 所以生下来这个孩子自己要洗礼 那父母没有办法替他洗礼 因为生命是个别的 可是如果要是那个不信的话 或者是另外一个人 就是夫妻两个人 如果另一个不信的话 然后 另一个人帮他祷告 就信的那个人帮他祷告 也是有效的 会有效 所以有时候生病 太太必先生祷告 先生不信 病也会好 他可以体会到神的恩典 但是如果到得救 将来要进天国 但祷告不行 你要照圣经的话来做 就是要接受洗礼 要求圣 没有办法上去 没有办法上去 所以救恩是个别的 那不是大多数国家都是孩子 就是你本身已经是基督徒了 孩子出生第三天就要受洗 那个算不算 第三天就受洗 你看在 你看在 像灵国那个女主要传的 那都是受洗 不管他受什么洗 信耶稣总是好的 但是那个教会 如果传的跟圣经不一样 没有圣灵的降临 那个洗礼都是悔改的洗 没有赤罪的洗 像刚才你有讲说的 就是保罗他去传福音 传到一个地方 这些人不信 他就是另外一个地方 那如果像我们 就像自己的家里 如果我们就是跟家里人传福 他不信 然后我们就管他去传福 这个不太一样 因为家庭 圣经里面有讲 这个家庭的信仰 太太可以救 先生可以救太太 太可以救先生 所以彼得前处里面说 他如果不听 你要用行为 把他感化过来 然后为他祷告 如果一个人 做真正的基督徒 常常为先生或太太祷告 到最后他会信的 也有带领先生 带四十几年的 天天祷告 到最后四十几年 一定会信 那如果到最后 太太先生都不信 很可能是 我们生活没有改变 然后觉得你信跟不信 差不了多少 或者说我们没有打算 如果真的生活有改变 感动 配我为他祷告 他迟早一定会信 那传福音不是这样 传福音就是要把福音 带到世界各个地方 所以圣经已经预言 外邦人要得福音 那神也说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他开始向犹太人传 那现在犹太人既然不信 他就转方向 就是神感动他 转方向传往外邦人 所以今天我们才有福音 可以得到 那就是像我们去传福音 因为我现在 我有一个亲自在 然后我有跟他说 然后他觉得 我们教会太深了 他愿意去教会 他觉得我们教会 要会下来 就有点深 深入什么意思 什么叫深入 就是信的比较深 就像别的教会 对 比较简诚 就别的教会 这样是很好 就聚一下 他有想说 我愿意去教会 但是我想 我对那种 就是松一点 就像别的教会 就聚啊 我祷告就带他祷告 对 我们上礼拜 那个查经有讲 像软弱人 就做软弱 所以他还没有开始 他只要愿意祷告 你做着也没关系 那你礼拜六不能全天去 那你就来一个早上 也没有关系 至少你愿意去做 这样就好了 像软弱人 做软弱人 你一下把他要求这么高 他连来都不会来 那等到他听懂了 你就一步一步 就带领他更深入 那有时候我们听人讲 信就好 不要迷哦 听起来很合理 什么叫做迷信 请问大家 什么叫迷信 没有办法解释的信仰 叫做迷信 拜土地公 你解释来看看 为什么土地公是神 你到底在拜什么 你讲一道道理来听 那等我们信耶稣 我们不要想说信而不迷 什么叫做迷 这个是人生的手册 我们今天问题一大堆 是因为我们没有照圣经来 如果你照圣经来 问题都没有了 家庭会很幸福的 所以这个要到他信仰 很深入的时候 所以他讲 我信觉不要那么深 这个听起来也是很好 表示说你信得很深 对的 如果你信得很浅 他就不会讲 你不要信这么深 对的 那信仰是 信仰第一个 我们是跟天上建立 父子的关系 第二个 我们跟主耶稣 好像夫妻的关系 主耶稣再来我们就好像婚宴的开始 那如果是父子关系 如果是夫妻的关系 当然越深越好 只是因为他还没有进到那个程度 他不能了解 不能了解就是按着像软弱人 像初心的 我们就做初心了 一步一步来带 那我们要带 那我们要带 目到有天地持续教会的时候 就不需要强迫 他要跪下来 你坐着 对 他如果不方便 坐着也可以 他如果 无意义祷告也没有关系 你就来跟我们听就好了 你无意义祷告 你坐着就可以了 对 因为上次里面 我们有带一个 目到的教会 然后我们祷告好像 有点多 又要祷告 因为上个礼拜 我们也进了会 然后他可能就说 他说别的都OK 他就是老是让他跪着 我说没关系 你可以做 对 可是他看见大家都在跪着 他就也跪着 你跟他讲 你是在听的 所以你如果不方便 你坐着没关系 但是如果祖 你也想要体验神 欢迎你一起跪 让他有一个自由选择 但是我们可以鼓励他 但是不要勉强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不是就碰到安妮了吗 第一次我来 然后也是 我就对那个 祷告 我就很抗拒的 然后我就坐在那里 后来到最后 传到人说 要到前面去按手 我就有点不想去了 我就跟安妮说 我说我的腿有问题 我不能跪 然后安妮跟我说 不要紧 你去前面第一排 我说再一个 我说我教会十几年 没有零年 我出不来的 他说的 你就到前面 坐在第一排 然后你就很诚心的 就奉主耶稣的名 就重复哈利路亚 结果我重复到地里面 就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就舌头就卷起来就出了 一直到现在都有 而且从那以后 我每次来 我都自己吃嘴就跪下了 就再也没有借口了